东信国小森巴谷队带来精彩的演出 基隆市长谢国良、议长佟子伟和多位议员 都亲自来参加基隆市民体育活动中心修缮工程的启用典礼 在体育署的补助和市府的自筹款 共一亿多元的投入下 打造了这座专业的室内网球场 府会首长都表达感谢与祝福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市民体育活动中心 尤其是我们三座的室内网球空间 已经正式完工 可以正式来启用 那我们一起都非常的努力 来把这个室内的网球的空间做得更好 最近我们去台北参加了这个 全国议长辈的网球赛 看到台北市 那他们直辖市也是首都 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 然后拥有非常多座室内的一个网球空间 我觉得非常的羡慕 那终于基隆当然我们那个规模不同 但是我们这样有好几座 大概至少有三座的室内空间 可以提供不同的训练的选择 而且场地我们也整理好漏水等等 因为过去这栋建筑物其实非常老旧 那也非常多漏水的问题 市民诟病 那这次终于体育场这样纳入的管理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网球运动 或是相关的场所都可以继续的来想办法 我们市政府都可以再想办法 在多个单项运动中都可以找到更好的场地 积极推广网球运动的前网球国手兄妹党 陈迪与陈怡市议员 两人出席活动 内心都相当感动 有了专属的室内网球场地 对于基隆培训网球选手将是很大的助力 其实真的是很开心也很感动 因为过去以来像以前我在基隆这样子长大 每天其实就是望天心探 因为不管是太阳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下雨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没有办法打球 那有这座室内的球馆 其实也是在宣示基隆的网球的发展 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 那我们已经在努力在小朋友的一个三级衔接的一个规划 在基层上做培育 我觉得任何的运动都一定要做一个三级衔接 因为要从小开始训练 如果从高中或者是从大学开始打的话 就是太晚了 所以就是很开心的 我们基隆有一个网球的室内网球馆 然后这些基隆室的小朋友 可以很幸福的在这边去做训练 那之后出去跟别的县市比赛的话 我们不会输给人家 不会因为英语没办法中断训练 教育处表示将持续努力 让喜欢运动的市民朋友有舒适的运动空间 立委林佩祥服务处秘书长沈亿传也表示 将积极协助市府向体育署争取经费 来完善运动空间的软硬体设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